今天主席 今天的理復師 還有今天唱的四歌 一直叫我們的新規族 新規族 光顧我今天的主題 非常是的 我們看在現在這個動盪 這樣子的一個不平安的世界當中 我們怎麼樣來讓我們的心平靜安穩呢 真的就只有不斷地入規園族 讓我們的新規族 讓我們的新規族 當然後面也會講到 那講到錢呢 我想說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當我們要形容說 我們彼此互不相干 那我們常常用什麼 這個形容言語來表達 我們互不相干的 比如說 我這樣做關你什麼事 我們以後會有怎樣 額水嗎 不犯情水對不對 還有沒有別的用法 我聽到了 哇這句話很絕的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 通常是用在什麼時候 這句話 通常用在這個男女分手的時候 然後就跟他說 我們因誤會而結合 因認識而分開 以後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 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 本來我也都以為沒有 但是前段時間我在教會裡面 當然 講到前段時間預備的 我也發現查經的時候 讓我看到一句話 而且都蠻苦疾的 全世界都在用 中文啊 英文啊 全球都在用 而且還是出自聖經 還是出自聖經 就是耶穌親口講的哪一句 耶穌剛剛說的什麼 凱撒的歸凱撒 然後呢 上帝的歸上帝 我們有聽過耶穌剛剛講這一句話 原來世界上很多人理解這一句話 是稱為 河水不犯井水 河水不犯井水 凱撒的歸凱撒 上帝的歸上帝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這樣來理解聖經這句話 我抓了這個幾條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先說 這個新聞的內容 我們不做評論 只是讓大家看到 這個是一個事實的東西而已 這個是前一段時間 應該幾年的 現在都沒有辦法 現在因為這個COVID-19的關係 大家都不能出國 對不對 但之前當我們開放 這個內地的遊客來台灣觀光以後 很多景點 都有很多法輪功的這個 有沒有 生意對不對 那 大家都覺得很煞風險 那新聞說 其實我們要對這個多元 要尊重 要包容 要忍耐 那重要的是 台灣的警察很尷尬 每次碰到這些 要敢也不是 不敢也不是 有沒有 然後呢 警察就說 其實這是他們執法者心中的痛 重要的來了 重要的來了 他們就說 聖經中呢 有一句話說 讓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 原來這個時候 這句話被引申 呃 政治 還有這個 宗教應該要分開 讓法律的歸法律 讓政治的歸政治 但是 這個就引申 我們生活當中 你們 可以用我們現在話說的 二元為了 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六是屬誰的啊 屬世界的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禮拜天的 1.5個小時 屬上面 是這樣子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希望我們 這天講到 你以後我們可以怎樣知道 看待我們每一天 我跟他說 剛剛 我們會一直說 我們心要歸主 是的 我們今天 凡事不歸原主 在這樣的一個 不平安的世代 我們才能夠用神的眼光 來看待你們這次 找資料的時候 我也同時看到 前一段時間 有一部電視劇 叫做 《咱們結婚法》 他說 在網路上 很多人就批評他們 說這句 電視劇呢 直錄的廣告有 四十大五十個 鳴謝的廣告商有八十個 所以影迷就攻擊了這一部電視劇 說 請你們讓電視劇歸電視劇吧 讓廣告歸廣告吧 有沒有 最後一句社評 我們看最後一句社評 你看 這也是網路上的大家 他們也引用西宴說 為什麼是西宴說啊 西宴西方國家來的 那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今天知道 從聖經來的對不對 哇 看到這樣的東西 看到這兩個新聞 真的是快吐了兩盤血 那娛樂新聞也用 大家都拿去用 這句話 原來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 讓世界人認為這個是 河水 讓我們成為 河水不犯井水的一個意思 真的是這樣嗎 耶穌講這句話 真的意思是說 政治歸政治 宗教歸宗教 政治 而世界歸世界 上帝的歸上帝嗎 那難道世界 是誰在管的啊 對不對 這裡先賣個彎子 所以我們不要 人云亦云 我們也不要 斷章取義 今天我們 剛剛 李慧已經帶我們看 我們先回到 兩千年前 回到現場去看一下 耶穌祂在哪裡 像什麼人 為什麼 會講這句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就是馬太福音 對不對 馬太福音22章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可以翻一下你們的聖經 但我們不再讀聖經了 剛剛已經帶領我們讀過了 那我們聖經上面寫的是 蓋薩 那心理版的聖經把它翻成 蓋薩 因為怕 現在的人 跟那個殺蓋 混在一起 那在進入這個 講禮道的準備之前 我們先來禱告 親愛主 我們感謝你 主啊 我們知道我們的 生命的氣息都在你 凡事都出於你 主讓我們能夠 凡事 不歸遠足 不管是我們的生活 主 我們的慈禱 我們的恩賜 主啊 我們的所遭遇的 各樣的事情 主都讓我們學習 主啊 我們 在各樣的事情上面 我們都相信你的主權 我們都相信是出於你的 主啊 因為我們今天 誤會遠足 你來對我們說話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領求 好 剛剛為什麼耶穌會 在這個時候來講這句話呢 其實這個是有關係 在羅馬與猶太人之間的一個問題 根據馬太福音21章到22章 是耶穌最後一週要進去耶路撒人 所以有一週進去的時候 法利賽人不斷的來挑戰他對不對 猶太人領袖都起衝突 其實22章裡面呢 就出現四個衝突 那耶穌跟三路該人講完復活的問題 耶穌跟法利賽人講最大的賤命 其實不是挑戰還是請教 還有法利賽人也問耶穌 我在講這個經文的前後文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有一個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們看耶穌最後一週上這個耶路撒人 撒出該人也來找他 法利賽人也來找他 大家都來找他 當然我們看我們的聖經15、16節 你有姐妹嗎 法利賽人跟西律黨的人 一起來找耶穌問他說 納稅給該上可不可以的時候 這個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這個兩幫人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用現在的話 像說黑道跟白道一起來 這兩道平常的時候是不在一起的 法利賽人是嚴守律法的對不對 他們代表上帝的律法對不對 要人民將上帝的律法 若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遵守律法就是什麼你都不要 西律黨呢 西律黨那時候是羅馬 那時候羅馬政府統治以色列人嘛 但是以色列人很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很難搞 也不願意稱凱撒為主 所以羅馬政府就把松稅的事情 發包給以色列人 標給西律民族來管以色列人 大家記得西律民族是誰 他們的祖先是誰嗎 以色列人的祖先是誰 雅各 對 那他的哥哥是誰 以少 他們之間的仇恨 這個西律黨 西律人 是他們的 是以少的後衣 所以他們帶著這樣子的一個 兩幫人馬本來是敵對的喔 一個代表宗教 一個代表政治 今天一起來找耶穌 西律黨的人站在羅馬政府那邊 法利塞人站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上面 這個問題 他們竟然聯盟了 平常他們不會在一起的 對吧 平常他們一定是分開的 不會在一起的 他們是敵對的 他們是敵對的 今天一起問耶穌 問耶穌問耶穌 納稅可以凱撒可不可以 這個問題本來是很簡單的 納稅就納稅嗎 哪有什麼問題 但是背後其實是陷進來的 剛剛我們讀的時候 有沒有 耶穌有沒有說 為什麼要試探我 有沒有 進進來我們讀到 耶穌也說 陷進來的 不像我們今天的販後閒聊說 我們現在納稅 我們五月份的報稅 開不該繳稅 不是差於販後的這個問題 換一個領袖 稅金有沒有少收一點 都不是 這個是關乎他們民族的傷痛 至尊的問題 納不納稅是民族跟至尊的問題 還有一個 以色列人在羅馬政府的眼中 最難搞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收稅 以色列人 我常常用這樣的一個比喻 當然也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是當然我用來開玩笑的 以色列人跟中國人 跟華人 差不多都有一個逛逢的路 就是不帶愛繳稅 不帶愛繳稅 我想我以前在珠寶公司 我以前在珠寶公司上班 有十年的時間 我在珠寶公司 好像也沒有繳過稅 後來信了耶穌之後 這個時候要去真的 認罪委改以後 要去報稅有沒有 政府也不收我的稅 為什麼 因為我的收入 要養一個太太 要養三個小孩 要養一個失智的媽媽 他說 你不到小聖的資格 不到繳稅的資格 你也不用繳稅 所以 過去到時候 我都不用繳稅 我沒有講過稅 猶太人不喜歡繳稅 不是錢的問題 確實是猶太人 在那個 當然 不是錢的問題 是因為 繳稅 不可以用 涉獵人通用的貨幣 一定要換成羅馬貨幣 像現在旅遊 我們現在要出去玩 當然現在不能出去玩 我們出去玩 一定都戴什麼 戴禮金 戴禮金 羅馬貨幣有一個問題 今天的經文都有寫 它的銅板有一個凱撒的像 對不對 然後另一面更嚴重 它寫著 這個體語 凱撒神聖奧古斯都 奧古斯都之子 它是最高的一個祭司 所以這句話告訴以色列人說 當你用這個貨幣的時候 小心喔 凱撒變成你的主喔 凱撒是神喔 所以以色列人他們都盡量不用的 他們不用這個貨幣的 你要吃 你要吃不住 就像你一陣子